課程來到第12個單元 基礎級的12個單元 它名字叫正列 正列是一個有次序性的變數 它是單一系列的儲存位置就像這裡 一個序列一個正列儲存位置 有需要存放資料的時候就把它命名一個變數 這裡的變數名稱叫Score 存放暫時性的資料 供後續程式呼叫使用 正列在每一個電腦語言裡面都有 在Scratch它叫清單 在細語言叫正列 在Python它叫 Rust 叫串列 它的資料形態可以是數字、布林子、文字 正列的長度我們來看這個正列長度是 1、2、3、4、5、6 那正列的值 第0個一定是從0開始 9、第1個8 第2個3、第4個5、第6個 第5個6、0、1、2、3、4、第4個6、第5個 8 大致上這樣 變數都是從0開始 它長度彈性的就是我們可以增加 也可以把它移除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文字陣列 上面是數字陣列、文字陣列 第0個是East 第1個是North 第2個是South 第3個是Wast 好 我們待會有一個練習是這一個 好 那我們來看看待會要給各位做的作業就是這樣的一個練習 各位看到這裡 那這個陣列是第0是這一個 1、2、3、4 那它現在取得把這個 陣列放到這一個Names的變數裡面 然後我們把它搖動機板 它就會產生文字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鏈接 我按著Control 把它點一下 好他就呼叫這一個程式 好這一個程式呼叫進來以後各位看我們可以去模擬它 第10 這是我程式第17個 模擬 然後它是S X 那 在程式裡面我們來看看它的程式 J 1 好 我們來看我們的程式你要看程式才知道我們怎麼設定 這一個程式 這個不用了 J1 SS ICA 剛才是 亂數是跑到第1個 這是0 1234 剛開始顯示的文字一直形是S 就是準備STOP 然後我們晃動它就會0到4產生變數 然後呼叫這個 好現在是 J 顯然這次變數是到第3 再把它run一次 它產生一個亂數 這個亂數是John John是第第5個啦因為是01234嘛所以這產生John 好這個程式培養清楚 我們要各位做的作業6 作業第 第10啦 作業10 就是要各位run這個程式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作業 作業第10 叫正列文字形式非常簡單 那剛開始run的時候它是S 然後 你按了這個shake 它就會亂出一找字好這是我們說的正列 那這邊講的我們從 Microsoft的Document 找到的文件 是比較複雜一點點 正列呢它現在是 East North South 把它存在正列裡面 好 那 如果 原來這個是 Microsoft的 資料裡面它有這一個程式讓我們寫 因為這個一定要主機板把它下方傾斜或 右側傾斜 下方傾斜就是你把下面按下去 下方傾斜 右側傾斜就是往右傾斜 那 各位如果看這個影片 會看到它 傾斜的方向 我把它放一次給各位看 因為這影片很短 好 好 各位看到這個畫面36秒而已 好這機板 按了A鍵 123 J 按了B鍵 1向下傾斜關掉 1再按A鍵123 按B鍵 Z1 向下傾斜關掉 好 然後 Z1 Z2 當然程式可能跟這個有不太一樣 跟我們現在寫的程式 不太一樣了 它只是在展示傾斜 按A鍵會12計數 這個大概是一個計數器 40 好 這是我們在課程裡面 給各位看的影片 好我們現在練習程式 因為目前我們要在 各位可能只有 電腦可以模擬 所以它正列array0 放的是array Z0就是0 Z1就是10 Z2就是20 Z330 Z4 40 把它放到 這個正列裡面 然後正列去 向左邊偏低 一旦我們沒有辦法在 這個主機模擬板沒有辦法 所以把程式做了修訂 晃動跟A鍵 這個是當然是剛才所說的0到 因為它要乘10嘛 所以10、20、30、40 然後按A鍵以後就會開始 顯示這個數字 好那我們就進到我們寫好的程式 那各位要去練習 要練習下面的程式 這各位可以練習看看 好因為下邊 下 這下邊或右邊的程式 我們都沒有主機板不做 我們用晃動跟A鍵 好然後進到模擬 晃動跟A鍵喔 那 晃動就是它已經設定值了 當然你沒有看到它變化 但你A鍵可能就是 10 20 30 40 好我剛才有講的程式就是這樣跑 它是0啦 因為它程式 第一個是0開始 從0到4 所以0 0程式還是0 好我們就走進到我們的程式來了 那麼各位要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怎麼編寫呢 我把它模擬一次給各位看 各位可以按這裡 先把這個程式 Copy加不然等於要忘掉 我用截取 截取這個程式 截取完程式以後我們要開始寫程式了 我們要在這裡寫這個程式 這個晃動當然各位是沒有問題 我們把它移開晃動就按這裡 輸入 輸入 晃動 當我們晃動出現的時候這邊會不見 因為你有一個晃動出來它會衝突 然後我們要找季次 從0到4 但是在顏色你忘掉了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按一下 按一下 把這個拿進來 這樣可以看得準顏色 那麼季次這個是綠色 從index 從0 這個是橙色 好我們來看看季次 在這裡 那這裡就一個季次 好已經找到了 那執行這邊有一個這是橙色 橙色應該是在 進階 裡面的陣列 這裡 這裡有一個取得 各位有找到了 這個取得 好 然後 設定 list 這個是取得 取得就是這個 那我們要找設定 設定list 再找一下 陣列 設定 在這裡 list 從0到4 然後設定list的項目值 索引值 索引值它這裡是index 那我就把index從這裡抓 其實也可以從上面抓了 上面這個index把它抓進來 設定為index x乘10 index x乘10的話我們現在 要找一個x乘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應該是在數學吧 在這裡 然後他要放在 好那這裡面要放index 我就把這個拿過來囉 把它移過來 怕大家找到 所以我協助各位來尋找 這個暫時不要好了 那後面這好像是10 這個是index 把index抓過來 紅點對紅點 再來放一次 沒有放好就重放就好了 不用緊張 好這個跟這個就一模一樣了 好這個跟這個就一模一樣了 各位可以看 兩個是一模一樣的程式 這兩個我們沒用 因為我們要執行程式的時候 在左邊模擬只能用 晃動就是這個shake A就是按這個A 其實現在程式已經可以執行了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的 我把這個關掉 刪除了 因為已經一模一樣 等一下這個也跟這個一樣 各位要找到 能夠找到這個最重要 好 好那我現在就晃動開始 因為這個已經執行了嘛 關掉重新執行也可以 晃動讓他設定變數值 這時候已經10 20 30 40 0 10 20 30 40都有了 我按A他就會顯數這個字 0 10 20 30 40 好各位如果練習可以練習這個程式 我們這個程式就解釋到這裡 希望各位去練習 作業時 好祝各位學習順利 會因為 感谢观看